大家好,这里是小川看电影 本期我们来看一个霸道总裁爱上战街女的故事 《漂亮女人》 爱德华是有名的富豪企业家 她风流倜傥,与各界人士相处都能游刃游豫 可唯独在爱情上很不如意 她总是无法处理好与女人之间的关系 和女友分手后,爱德华内心烦闷 便驾驶手下的新车前往洛杉矶的新住址工作 汽车一路几尺,逐渐客进城里的红灯区 维维安是红灯区的一员 皮银熊和美丽在她身上完美结合 她化着美艳的浓妆 却不得不用黑饼填头高跟鞋皮面上的窝口 今天,维维安没做生意 她穿过喧嚣的路口 在一家酒吧找到室友凯特 追问她为何拿走自己所有的积蓄去买毒品 她本来打算用那些钱交房租 却不得不跳窗逃走,躲避房东的追债 为了不在男友面前丢脸 凯特拉着维维安走出了包厢 当初,维维安出到洛杉矶,流落街头 是凯特收留了她,给她生活费和提供住处 如今,凯特生活窘迫,上家又催得紧 所以,凯特觉得自己可以拿走维维安的钱使用 维维安很无奈 她不希望凯特被毒品毁掉 但凯特毫不在乎 从小到大,她都在这种环境生活 其实想逃,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更何况,已经染上毒瘾的她 早就离不开这条街道了 之后,凯特和维维安一起来到了街上 车来车往,却没有一个愿意付费的客人 两人谈话中,爱德华的车从她面前驶过 突然停在了路边 凯特看到豪车,瞬间两眼放光 她赶紧窜到维维安上前两客 碰上这么有钱的人,今晚肯定能赚回房租 接着,维维安脱掉厚重的大衣上前搭话 爱德华很少开车,所以难以控制这辆陌生的新车 她努力回想重新启动的方法是 恰好看到上前的维维安 她想维维安问路,但维维安却要收5美元 爱德华不想浪费时间 直接递过20美元让维维安上车带路 相比爱德华对车和路都无知 维维安反倒像个老手 对各种豪车的操控侃侃而谈 于是,爱德华干脆把车交给她开 维维安受宠若惊 兴奋地向爱德华展示了她高超的车技 经过数十分钟的相处 爱德华对这个有个性的女人逐渐有了兴趣 她邀请维维安当她的临时女伴 维维安爽快答应下来 酒店的精致陈设,让维维安倍感局促 她从小生活在狭小简陋的街道 习惯了天天穿着暴露 而酒店的客人都衣着考究 他们看着维维安的打扮,眼里满是嫌弃 维维安看不惯人们的眼神 故意做出粗鲁行为,表达自己的反感 不过,爱德华并不介意 她带着维维安来到了顶层的套房 出于职业习惯,维安直入主题 以屁股坐在爱德华的办公桌上 从靴子里套出花花绿绿的工具 等待爱德华的下一步动作 但爱德华明显没有什么想法 她仅仅希望和维维安闲聊一会儿 维维安有些诧异 从业这么多年 她还是第一次遇到父亲闲聊的顾客 不过,维维安对无聊的谈话没有任何兴趣 她更希望能够快速完成工作,拿钱走人 爱德华无奈,付给维维安300美元留下了她 不过,维维安事先声明不准接吻 次日早上,维维安好奇问起爱德华的工作 爱德华也不隐瞒 她告诉维维安,自己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 简单来说,就是收购那些财务困难的公司 然后再将它们拆分出售 这一星期,她又购买了公司就价值10亿元 维维安大吃一惊 她还没有听到过那么多钱 用过早餐,维安帮爱德华打好领带 并征得爱德华的同意,洗完澡再走 出门前,爱德华看着泡在浴缸里的维安 突然觉得,这个女人非常有趣 便决定承包维安一周时间 为自己枯燥的生活添点趣味 一番讨价还价过后 两人最终敲顶3000美元 爱德华还额外留了一笔钱 让维安买下得体的衣服 维安高兴极了 她独自前往当地最大的奢侈品街 但刚走进第一家店就让她心灰意冷 势力的店员并不想招待看似寒酸的维安 甚至嘲讽着将她赶出了店门 维安没有心情继续购物 静止返回了酒店 却不想,酒店的经理对她的身份提出怀疑 这时,电梯员恰好出现帮维安作证 但由于爱德华是个特殊的客人 所以,经理对她的一切都无比关心 经理看得住维安的身份 她希望爱德华离开后 维安不会再出现 在经理的暗示下 维安便以爱德华侄女的身份出入酒店 但是,经理要求维安必须穿着得体 维安激动地解释说 自己本来是要买身参加晚宴的礼服 却被那些视力的店员赶出了门 经理问言 马上打电话给女装部 为特殊客人的侄女准备衣服 并且,经理还耐心交代维安学习用餐的衣衣 企图博得爱德华的好感 晚上,爱德华返回酒店 维安已经坐在大厅等她 崭新的黑色腕力服 在维安身上似乎更显气质 爱德华颇感惊艳 挽着维安的手前往赴宴 坐在对面的是 即将被收购公司的总裁 但爱德华和他们谈得并不愉快 晚上回去 爱德华坐在阳台心事重重 她不想将感情掺扫到工作中 可是,只为自己赚大钱 就毁掉别人的心血 又让爱德华感到难过 为维安也有同样的想法 她工作的时候从不和客户接吻 就是为了防止把感情带到工作中 次日早上 爱德华交给维安一张信用卡 让她随便消费 爱德华很好奇 维安昨天为何只卖了一件衣服 得知维安受了委屈 爱德华立马扔下工作 帮她找回面子 店长听闻 气质高贵的爱德华 要在这里花上一大笔钱 赶紧叫了全部店员 专门服侍维安 为维安的心里得到了巨大满足 她特意拎着一大堆昂贵的衣服 来到昨天的店铺 狠狠袭露了那个看不起人的店员 再次返回酒店时 维安已然衣着光鲜 宛如一名真正的贵族名媛 不久 爱德华带维安去赛马场谈生意 她的律师还有 对她近几日的变化十分好奇 爱德华没有避讳 坦诚地告诉了律师维安的身份 律师恍然大悟 她原以为维安是哪家的名媛 却没想到身份如此卑微 她趁着四下无人去找维安搭讪 甚至直接戳穿维安的职业 想要在爱德华离开后将她收入囊中 维安笑容凝固了 她从未感到自己如此下贱 回去后 维安对爱德华大发脾气 她讽刺爱德华 竟然要告诉所有人自己是个妓女 为何又要多此一举 给她买新的衣服 说吧 维安收拾好行李 准备走人 爱德华没有挽留 随手掏出一碟现金 扔在了床上 但维安并没有收钱 这是她最后的尊严 维安心里早就爱上了爱德华 而爱德华也已离不开维安了 爱德华追出门外道歉挽留 她解释 自己是因为维安和别的男人聊天吃醋 维安能看出爱德华的心意 她留了下来 并且爱德华坦白了自己的所有过去 爱德华心疼她的经历 在她看来 维安是一名聪明又独特的女人 她想要呵护维安 让她一辈子幸福快乐 接下来的日子 两人像情侣一样约会 在爱德华的鼓励下 维安越发自信 她已经学会坦然接受众人的目光 而不会如坐针毡 一周时间很快过去 爱德华将要返回纽约 她打算给维安安安排好房子 并留下车和钱 让她不必再为生活所困 维安有时失落 因为她要的不止如此 爱德华明白她的意思 但是这个决定对她意义深远 她必须谨慎考虑 这天 好友凯德来酒店找维安 她对维安的变化大吃一惊 作为朋友 她礼貌地提醒维安 爱德华本身属于上流社会 不同于以往的流浪汉或者醉汉 除非维安能有灰姑娘那样的运气 回到酒店后 爱德华的律师朋友 敲开了维安的房门 就在刚刚 爱德华放弃了10亿美元的生意 和对手公司达成合作 律师心中烦闷 她认为是维安影响了爱德华的选择 维安对律师毫无好感 她努力地想要躲避律师的侵犯 但律师已经丧失理智 她只想将工作上的事宜 发起在维安身上 千军一发现 爱德华赶来了 她一把旧客律师 将其暴走赶出了房间 这件事改变了维安的想法 她不想再留下来 因为她实在没有办法接受 像今天这样的侮辱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爱德华一样 对她平等相待 除非爱德华能够给她一个合法的身份 但爱德华做不到 维安离开了 她想帮助过她的经理告别 经理眼中一转 叫来四季送维安回家 维安准备去旧金山生活 用爱德华给她的钱上完学 没有维安的这晚 爱德华怅然若失 临行前 爱德华的柜台结账 经理告诉她 昨天也是酒店司机送维安回的家 距离车站越来越近 爱德华终于下定决心 她掉头回去 买了鲜花赶往维安的住处 顺着窗户 盼盼到维安身边 两人深情拥吻 而幸福也从这个开始起航 好莱坞版的灰姑娘童话故事 如果她们能借鉴一下 一起去干雷震雨 想必会更加精彩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希望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